渠州艦陷宗台湾东部海域 陆北报导 目测距离只有五海里 肉眼就能看得到 而除了空中数十架次的各类机型 陆上火箭军也演练机动转移战场 更有模拟攻台动画 台湾全岛恐陷入熊熊战火 大陆解放军东部战区的环台战备 仅寻和联合历界演习 进入第二天 大陆官媒央视示出了最新画面显示 共军船舰与暗岛部队 仍然维持围倒进逼的态势 多艘驱逐舰和护卫舰 联合导弹快艇联合突击群 瞄准台湾西南目标 占领预定打击位置 共军徐州舰在台湾移动海域 目视台湾的夷央舰相距五海里 现在是4月9日的上午 在我目视距离大约五海里处 是台湾地区的夷夷夷舰 我所在的东部战区海军徐州舰 正实施战术动作 向其机动接近 空军则一次出动数十架次的 预警监机轰炸等机队 参与的火箭军部队 在首日完成对台湾首轮 关键目标模拟打击后 连夜向预定阵地进行机动转场 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 和台独分裂企图 解放军和模拟出攻台动画 一旦开战将从海陆空全面攻击 包括福建沿海发射飞弹 空中战机轰炸 海面军舰炮轰 台湾全岛尤其南北两头 将笼罩在熊熊战火当中 对大陆可能入侵台湾 率团访台的美国众议院 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在接手专访时指出 美国会考虑派逼援台 针对中共在台海周边的 大规模军演 日本HK报道 大陆军方发布的信息不多 感觉很克制 台湾则是翻译冷静 因为日本与台湾距离很近 大陆军演同时触动 日本的敏感神经 记者 宋侯伯